Hello 大家好 我是咪咪李子婷 李子婷出生于泰国 从小深受中国文化影响 零零后的她 凭借扎实的基本功和经验爆发力 获得众多观众的喜爱 第一次见到婷婷 然后她的身影特别甜 彩排的时候就觉得特别专业 然后一遍一遍地重复 就特别用心力求完美 我觉得她是一个 特别有自己想法的一个人 然后她会把自己的家乡的一些元素 放在这首歌里面 所以这次我希望我们两个的作品 可以让大家有一些惊喜 然后创造出一个新的火花 直通春晚 加油 风 让云长出花 满天的花 无声开在乌云之下 然后 又飘到哪里呀 满步在人海的人 你过得好吗 你过得好吗 是不是又想念家 心中那只热的浓啊 她多久没说话 在飞云之下 以为忘了的家 在耳里说话 叫我别反省那些痛与怕 白路上的我 拽上回忆和风向 在飞云之下 我看着海峡 走越光沙滩 我也承然我还是会想她 噢-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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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er 刻慢 听说前面风很大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以为忘了的家 在外里说话 叫我别反省那些动语怕 却像回忆和风扇 在飞云之下 看着海峡 走月光沙滩 我也承认我还是会像他 前面听说风 在飞云之下 以为忘了的家 在人里说话 叫我别反省那些动语怕 路边路上的我 却像回忆和风扇 天啊 很大 很大 前面听说风 很大 很大 谢谢台望罗布阳 谢谢李子平 其实两个人在舞台上合作是非常默契的 两个人的声音也非常的大 但是好像是第一次合作对不对 是 就是因为今天舞台也是我们第一次合作 这是一种缘分 那第一次合作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去 就是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的意思 跟我们两个人的情况特别像 就是我们是从一个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打拼 追求自己的梦想这样子 你家在哪里 我在泰国 家人现在都在泰国 都在那边 是的 那你最近也见不到他们也没有办法回去 就是因为最近比较忙嘛 然后最近也是因为各种原因就回不去了 以前也没有办法回去 对 所以就已经跟他们就久久一次联系一下 对